下一題,就是畫一個圖,然後從圖上看出一些事情 這個圖基本上是所謂的照相機 就是橫坐標也是公尺公分,重坐標也是公尺公分 但它給你標示了,這樣花了兩百分之一秒 然後就可以解決一些問題 第一個,誰頻率最高 這個其實都不太需要算,用看就曉得了 誰頻率最高?停車戰界問 誰頻率最高呢? 帥哥美女,叫做三一 三十一 誰頻率最高? A,請坐下 你答案選的叫做A 頻率就是一秒鐘產生的波數,產生的次數 你從圖上看出來兩百分之一秒,B的波最多個 所以答案是B 請問你誰證幅最大? 這都是不用算,看就曉得的 停車戰界問 小女生6號 6 A,請坐下 你答案選的叫做A 政府就是那個從平衡中間條線的上下的叫做政府 到最上或到最下 那麼A的政府有兩公尺,其他都只有一公尺或一公尺多 所以呢 BCC公尺 租大概是1.5歲,A政府最大 停車戰界問誰的波長最長 誰波長最長 帥哥男,有啊?沒有 有,你們有三五嗎? 沒有 貴班沒有三十五號 貴班有 二十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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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公尺 C喔 要不要換 C 你說 你說C 你可以從這套波長 綠色的是表示波長 你可以看出來一個是四公尺,一個兩公尺,一個六公尺,一個六公尺,誰誰最長 六公尺最長 所以答案呢,就選擇叫做C C的波長是最長的,OK 好 誰波速最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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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同一個戒指喔 我已經在強烈暗示你答案了喔 那同一個戒指喔 同一個戒指,誰波速最快 不變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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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誰最快 誰最快 快點快點快點 你不知道喔 請坐下 你的不變其實是接近答案啊 可是答案不叫不變啊 跟您講過,波速只跟什麼有關 戒指的種類及狀態有關 跟波員的頻率跟政府 無關 所以戒指一樣,波速就會 一樣 同一個戒指啊 我不是想說我強烈暗示你答案嗎 戒指一樣,所以波速就會 一樣嘛 所以答案就選了 叫做 一樣 來 看圖說故事 誰頻率一樣,政府不一樣 誰頻率一樣,政府不一樣 帥哥男 帥哥男 帥哥男就好 你們不然就不會有36啊 34,有嗎 有34號嗎 34號 起立啊 快點 害羞內向,喜歡大字 A租 蛤 A租,請坐 你答案選A租 頻率相同 表示相同世界有相同的波速 那A租的頻率是一樣的 可是它的高度沒有一樣 所以呢,一個政府兩公尺 一個大1.5公尺 所以政府不一樣 所以答案A租 請問你誰政府一樣 頻率不一樣 誰政府一樣 頻率不一樣 誰政府一樣,頻率不一樣 可愛小女生 11 11 11號 誰 BC 請坐 你答案選的叫BC BC BC的政府一樣都是一公尺 可是呢 B的波速比較多 所以頻率比較高 所以政府一樣 頻率不一樣的叫做 BC 請問你 請問你看圖說故事 這我剛才在講解過程中 這個已經報過答案 A的政府幾公尺 A的政府幾公尺 剛才已經報過答案 可愛的 26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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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公尺 2公尺 請坐下 1公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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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衡點到波峰的位置 就圖上面那個綠色的 畫的樣子 所以看出來幾公尺 2公尺 2公尺 4號 第四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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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知道 請坐 大家不知道 坡長就是一個全坡的長度 一個全坡的時鐘 上面畫就是一個坡長 坡峰到坡峰 坡谷到坡谷 平位到平衡位置 所以看出來是兩公尺 他說一格一公尺嘛 兩格就兩公尺 C的坡數 記得坡數公式 你要想辦法找 那個兩百分之一秒沒有剛好 所以你要去看他比例 看他比如說兩百分之一秒是六格 那我現在是四格 那我就是幾秒 那這樣你就會曉得一些事情 然後再去坡長怎麼就會算出來 世界坡數多少 我們找可愛大帥哥 可愛大帥哥叫做二十五 二十五號沒有來 就是那個床長沒來那傢伙嘛 二九 二九 二九起立 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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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坐 答案叫不知道 蛤 C的坡長六公尺 圖上看得出來 然後呢 六分之八個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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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兩百分之一秒 六分之八個坡 你為什麼知道是六分八個坡 那因為他一個坡是幾格 六格 兩百分之八個坡 一千六 最後一題 豬的頻率 豬的頻率比剛才那個好算 豬的頻率比剛才那個好算 答案叫女生 Number two 二號 二號 類似剛才的算法 但是比較好算 多少 五十 請坐 你的答案是五十 你是不是什麼上下左右相反 兩百分之一秒兩個坡啊 所以一個坡就 一秒鐘就有四百個坡啊 懂嗎 兩百分之一百兩個坡嘛 那一個坡幾秒 再一半嘛 四百分之一秒嘛 所以一秒鐘就四百個坡嘛 所以答案是四百赫 就是 基本上都不要計算 看圖你就會曉得 的事情 這我也是會考的 不要算 看看就了解的 這就是我們的練習零五